这个星期天气依然是闷热 不过星期一到星期三 花莲地区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 有机会可以稍微降温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季 而周四开始水气减少 这周的紫外线也都达到过量及危险等级 建议民众外出要注意高温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这周天气依旧闷热 周一到周三迎封面的花冬地区 清晨到夜晚的降雨几率增加 午后雷震雨也会比较剧烈 温度能稍稍降温 不过建议民众外出记得攜带雨季 整周大概都会在 相对于来说也是一个高温年的 不过在午后热对流发展以后 大概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地方 有一些比较强的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尤其是在28、29的时候 因为整个水气 还有从天气的系统来看 28、29对东部这边的雨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它的雨势也会比较 范围也比较大 雨势也会比较强 所以28、29可能要注意一下 午后的雷震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从7月30到8月2号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还是一个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不过还是午后对流 还是会比较旺盛一点 所以在基本上在 30到2号的时候 整个午后雷震雨还是一样 像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一样 那个情形 所以基本上整周的天气影响 大概还是相对于 来说是高温炎热 然后偏向于午后热对流 发展出来的雷震雨这个情形 而周四开始 降雨稍微趋缓 又回到高温闷热的天气形态 这周紫外线 华联地区普遍来到过量级危险级 建议民众外出或游玩 记得做好防晒 适时补充水分 避免热伤害 记得蒋帮燕华联士报导